大家好,又是我安迪 今次想和大家试一些新东西 如果你们最近有留意Facebook广告 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广告的时候 也会发现中移和香港在派出免费5G卡给你们试试 他们的5G网络 其实他们的5G网络已经出了一段时间 有很多测试已经完成了 我今次不特别重复别人的测试 我今次是集中测试他们的5G结界 究竟是否收到5G的呢? 那我们看一看我们去测试的报告 那我们在测试之前 解释一下何谓5G的结界 其实在香港来说 我们在大埔工业村和赤柱地区来说 有一些卫星站 会使用和5G相同的3.5GHz的频率 所以在这些重叠的频率之下 网络商在这些地区 例如沙田、大埔、马王山、粉岭、赤柱、石墓、南压等 都不可以提供5G的服务 所以在开台初期来说 我们可以称这些地区为5G的结界地区 我们今次用的测试机器就是 Samsung S20 Ultra 另外我们测试网站会用 Speedtest.net 全部駁去HKiX为准 好,我们马上到测试的第一集 沙田马场 我们在近天幕的位置做测试 可以看到其实是收到5G的讯号 看看速度会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 下车有163Mbps 下车有46Mbps 其实跟4G不是分别太大 好了,我们去到第二站的测试地方 沙田石门 发觉其实结果和刚才 在沙田马场都差不多 只不过上车就快了 来到石门 没理由不在这里吃东西 我们也是模仪 吃东西在室内 看看它的接收又如何 其实在室内来说 是接收不到5G的 一进去门口就接收不到 只剩4G 4G 看回速度来说 就真的 慘不忍道 好了 那我们看到 其实无论是下载速度 只有单位数字 而上载速度更加只有0点多 希望不是网络商 因为用了资源去5G 然后4G 只剩这么慢 接着过回对面河的火炭工业区 成绩都不错 下车有147Mbps 下车有107Mbps 再走过一点点 沙田市中心 近新城市广场室外 那成绩就是下载129Mbps 下载就 我们继续北上 就来到泰和村 这里就近拜步非常之近 但是很惊喜的 这里竟然是收到5G 不过 驚喜过后 其实发觉速度也不是很快 下载113Mbps 下载126Mbps 再北上一点 来到粉岭的华明总站 这里竟然是 这么多次测试之中 成绩是最好 下载有239Mbps 下载32Mbps 我们看到 5G结界地区来说 收到5G已经很惊喜了 但是如果去到 非5G结界的地方 会不会成绩好一点呢? 我们继续去新界的屯门市中心 发觉下载166Mbps 下载52Mbps 又不是特别好 我们再进一点 去到数管符 这里竟然收不到5G 但是很有惊喜的是 它的4G速度非常快 下载到98Mbps 另外我们测试的时候 有时会发现出现 一个叫做 1-5G信号 5G信号的框框 是空心的 有机会 在网络商 重用一些 频谱 去做一些 5G的覆盖 但其实它是收不到5G的 好了 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 今次发现 5G的户外覆盖 都OK的 另外 结界竟然有覆盖 可能它们用了一些重用的频谱 但是 速度来说 都是未如理想的 如果说不用钱的话 那你就可以升级一下 最后 多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